星期一的早上要來關心天氣 今天真不巧 水氣剛好增加 而且水氣就集中在台北 基隆 宜蘭這些地方 所以一早起來台北 基隆 宜蘭 雲很多 而且雨啊 小雨這樣一直飄飄飄飄不停 比較大的地方大概是在宜蘭跟北海岸這個地方 所以今天這個北部啊 東北部的觀眾朋友 出門要記得帶雨劇啦 看起來今天一整天大概都是這樣 零零星星一直下雨一直下雨 那還有一個地方是中部 我們來看看目前氣溫好了 事實上今天早上比較低的氣溫就是在中部地區 最低的溫度是這個嘉義 嘉義大概就21度左右 而且嘉義現在還有農務特報 那今天早上這樣的一個天氣環境 很容易在中南部地區造成所謂的輻射霧 那剛剛在這個嘉義一度哦 能見度也不到200公尺 所以氣象局也發了這個農務特報 現在在嘉義的部分提醒大家開車要小心 那除了嘉義的霧農之外啊 其實中南部地區可能也都有一些薄霧 一些水氣的狀況 所以提醒中南部的觀眾朋友要留意一下了 那你看現在台中 情嘉義 台南大概就22度左右 白天都會突破30度的高溫 所以日夜溫差也是很大的哦 好 再來我們就要看看微星雲圖的部分了 今天我剛剛提到就是有一股水氣啊 在北部 東北部地區 所以北部 東北部大概就會下一整天的雨 但是看起來這個水氣有機會 在今天下完之後就差不多要結束了 所以好消息是今天北東有雨 但是明天開始呢 全台各地就會進入一個比較乾燥 秋高氣爽的天氣形態 而且呢這樣的穩定天氣 可以持續個三天左右 也就是在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這三天 看起來全台各地的天氣狀況都不錯 可以好好的把握一下舒適的天氣 特別是北部啊 東北部 好像覺得雨下不停都快要發霉了 接下來的三天天氣狀況相對會比較乾燥一些 但是很快一股東北風增強 又會開始變天了 這個時間點是落在星期五 我們來看看氣溫曲線的部分啦 我剛剛提到今天在北部地區 特別是大台北地區基隆啊 宜蘭啊 可能都還有一些下雨的狀況 白天高溫差不多是27度 這跟昨天是差不多的 但是明天後天大後天這三天 因為這個降雨停下來啦 東北風也減弱了 所以在台北的部分喔 白天高溫都還有機會來到28 29度 明天開始的這三天天氣很好 中南部甚至都還有突破30 31度的 但是星期五啊 東北風一增強 開始下雨之後 高溫就很明顯的下降了 你看如果以台北來講的話 是下降5度喔 請大家注意 星期六星期天看起來 雖然降雨的情況 可能不像星期五這一天這麼明顯 但是就會是比較涼涼的天氣形態了 所以好天氣前半段後半段 北部東北部又要變天了 來看看今天各地詳細的天氣預測啦 今天還是北部地區的降雨機率 跟東北部地區的降雨機率最高喔 40% 60% 但是高溫並不會太低 也就是白天的溫度來講 你可能不見得會覺得冷喔 高溫都還有29度 那中南部當然因為天氣很好 溫差就變大了 一定要留意喔 東半部地區的花東地區 偶爾也會有一些飄雨的狀況 要稍微留意一下 那其實在這個南部地區啊 山區可能中午過後 有的時候溫度比較高的話 偶爾也會有一些下雨的狀況 大家注意一下 最後要看空氣品質了 糟糕了 中南部天氣一變好 空氣品質就變差了 現在監測到的狀況在高屏 已經有很多這個 橘色提醒的側站了 還有就是金門 金門現在也是橘色提醒 馬祖大概是普通的一個狀況 那今天白天最糟糕的可能是在高屏 高屏有機會來到紅色警戒的 這樣的一個空氣品質 很糟糕的 所以要提醒過不起船的觀眾朋友 要記得戴口罩啦 以上就是這一節最新的天氣資訊